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 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跟大家聊聊台积电 然后的话有那么一段时间 前一段时间然后跟大家做过一期视频 那期视频叫赶走台积电 那期我主要是讲针对的国内那个时候 因为台积电要来南京扩它的28纳米的芯片厂 然后要扩产 然后有一部分的朋友说赶走台积电赶走台积电 我是持相反的观点 然后的话我觉得应该这是个好事情 不管这是在什么中美贸易战的这样一个大背景底下 还是在什么呢 还是在国内的28纳米 然后产能有了一定的规模的时候 然后的话台积电来了有利于竞争 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都觉得台积电来南京扩它的28纳米厂是一个好事情 结果呢那个时候好多的人啊 来我这儿骂 你就是攀锅 你不懂 然后你不懂芯片行业 然后如何如何 然后台湾那边也来喷 总而言之啊 那个时候台湾台湾的一部分人跟大陆的一部分人形成了啊 算是共同的观点 总而言之赶走台积电 台湾那边的就觉得啊 台积电不能去大陆啊 不能去 然后大陆的一部分的朋友呢 就觉得啊 台积电你这叫什么事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你影响了国产芯片的发展的一个空间 然后如何如何 可是呢大家看到了没有 最近的新闻印证了我的印证了我之前的一个说法吧 印证了我什么样的说法呢 美国开始制裁台积电了 美国为什么要制裁台积电 原因很简单 台积电要来南京扩产它的28纳米的芯片厂 美国不愿意啊 美国竟然不愿意台积电和联发科呀 然后在大陆扩产28纳米的生产线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 有利于中国的事情美国绝对不干呢 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个时候大家能够想明白了吧 台积电或者说联发科来南京扩厂 扩28纳米的生产线 对于谁有利 这就是台积电这个事情啊 给大家能够看到的一些消息 而且台积电这个事情呢 算是延伸出了很多的一些事情吧 然后的话这个美国呢 现在基本上这一纸宪令下来导致台积电 然后的话跌了将近1000亿吧 这也算是不管是从股票啊 经济啊 还是从台积电来说 自己本身来说啊 这都是一个大消息 可是呢 大家想一想啊 关于台积电这个事情 其实对于两岸来说是 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啊 尤其是应该我算是第一个吧 然后的话把台积电形容成为 台湾的最后一块堡垒 那么第一个人吧 然后的话 大家必须啊 了解台湾呢 必须要知道台湾的优势在哪 台湾的缺点在哪 台湾的优势 有的时候也就是它的缺点 比如说啊 台湾现在也都知道啊 台积电是它最重要的一个行业 可是大家可以看一看 台湾啊 从1945年开始 国民党去了台湾之后 然后的话 台湾已经落到跟大陆对比啊 已经落到了一个极低的一种 一种地位了吧 然后的话 基本上对于大陆来说 身上没有任何可以优势了 不管是从文化场影 还是从经济啊 各方各面 对于大陆来说 没有形成一个优势的局面 想当年 海峡两岸呢 台湾不管是什么 从军事力量 还是从军事装备上来说 都是远远的超过于大陆 90年代的时候 都是这种情况 可是短短的 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面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世界的趋势 大家可以看一看 海峡两岸的趋势 谁在涨 谁在降 谁在强 谁在弱 所以说呢 只要看清楚这个趋势 你没有必要急什么 真的是急什么 尤其是在我提出来 台积电是 算是两岸之间 算是台湾的最后一块堡垒之后 有很多心比较急的一些朋友 心比较急的一些网友 开始说了 我们更要打下台湾岛 打下台湾岛之后 占领台积电 占领联发科 然后占领台湾的芯片行业 对于我们大陆就有利了 说实话 说实话 不用你 说这些话的朋友们 你可以想一想 你根本就不用去懂什么经济 也不用去懂什么海峡两岸 也不用去懂什么台湾岛 这个岛本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你只要去懂台积电是什么就行了 台积电是什么 台积电是一个代工厂 台积电 它的人员 台积电 它的设备 有没有价值 有价值 但是它价值没有那么大 设备是死的 设备也不是台积电自己造的 然后台积电的技术 技术的工程师 或者是技术人员 他们有没有价值 当然有价值 而且需要时间去培养 但是的话 这个也不是不可替代的 也没有那么大的价值 台积电最大的价值 握在美国人手里 这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尤其是台积电的 不管是从什么 知识产权 还是技术来源 都来源于美国 为什么现在台积电 那么样的 听美国人的话 不仅仅是因为 美国人占了台积电的股份 也是因为什么呢 也是因为 技术的知识产权握在美国人手里 美国可以用自己的国内法 就能收拾你台积电 就像当年收拾日本的东芝 一个道理 可是最近的台积电 延伸出了好多的新闻 尤其是不管是刚才我说的 台积电 可能要被美国制裁 然后美国又限制了台积电 在南京的扩厂 到了什么 就是台积电的股价的大暴跌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台积电 自己也开始跟美国人硬钢了 尤其是台湾 台积电的董事长 然后的话自己当着记者 就开始说了 希望美国能够发展自己的技术 发展自己的技术 能自己能够产芯片 不要老指望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台积电不愿意去美国设厂 为什么 经济规律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两岸的趋势背后是中美博弈 像台积电这种企业 其实在台湾 尤其是台积电的老板张仲谋 在台湾一直以来的口碑是什么 是给民进党签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 它毕竟还是一个企业 它要看经济规律 尤其是在中美博弈的一个情况底下 台积电为什么敢硬钢了一下美国 然后的话说我不去你那市场 你美国自己发展 为什么敢 因为他自己背后有底气 他的底气来源是我要听你的 我就死了 之前我就跟大家说过 台积电去美国也不是宝贝企业 美国人家自己有什么AMD 有什么英特尔 包含什么N卡 然后大家都知道 做显卡的自己也能做芯片 类似这样的企业非常多 你台积电去了也不算是宝贝 因为台积电的技术 算是知产权 都是在美国人手里 美国人想要做 他也能做 但是美国人为什么一直要逼着台积电去 其实归根结底的原因 就是要弄死台积电 弄死台积电对于美国有什么好处 对于美国的芯片行业有好处 毕竟台积电在芯片行业里边 算是市占率特别的高 我弄死了你了 你的市占率就来我这了 为什么要弄死台积电呢 因为台积电在台湾 原因也是这样的简单 就因为他在台湾 很多的朋友可能这个时候想不明白了 台积电在台湾应该是美国的 伙伴 大家看事不要看表面 大家看事不要看表面 千万不要看表面 为什么呢 你从这件事情就能看得出来 美国人到底是如何看台湾的 美国人为什么 不管是什么军售 不管什么疫苗 不管各方各面 表面上是 我跟台湾人站在一起 其实背后他防台湾 防的比谁都严重 因为台湾离大陆太近了 台湾离大陆太近了 不管是刚才说了 台积电从经济从可发展的一个角度来 角度上来说 开始硬钢美国了 然后的话 这也是一个事实 刚才说了中美博弈的一个情况底下 台积电如果要去了美国 他就会跟美国的英特尔 AMD这样的公司 这样的企业面临同样的一个状况 一美国的工会 二美国的成本 美国的成本 一来源于美国的美国的人工要比台湾来高 二美国的水和电 他也是成本 他也不会免费给台积电的 他也没有那么多优惠的政策 说你台积电免费用 至多给你批块地 这在美国已经很不得了了 所以说台积电在美国 他也没有什么竞争的优势 台积电没有竞争的优势之后 这种成本的增加 同样也会带来他的芯片 生产出来一颗 他的成本就增加一点 如果一个企业 他的成本一直在增加的话 这个企业大家可以想象 他的竞争力会增加还是减少 就这样的简单 像英特尔公司不聪明吗 像AMD这样的公司 他不聪明都聪明 但是他因为在美国设厂 他必须要面对什么工会 面对人工成本 这些等等一系列的一些政策 如果这些东西还在的话 所以导致他自己本身的竞争力 慢慢的再降低 这就是美国自己本身的一个问题 可是美国人为什么又要逼着台积电去美国 刚才说了 我就要砍掉你台积电身上那些优点 所以说这就是中美博弈 美国的一方 中国的一方 大家也都知道 中国现在 不管是水电 不管是人工成本 不管是政策的配套 都要比美国强很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台积电要来南京扩厂 他来南京扩厂 对于他来说是必要的 为什么要必要的 因为咱们就从经济上来说 咱们不从政治上来说 从经济上来说的话 大陆这块市场 他能够提供的水电 还有政策的配套 都比美国要强很多 他去台积电去美国 自寻死路 成本增加 他来大陆 来南京扩厂 对于他来说的话 他的成本降低 对于企业来说 是一个大好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台积电面临这样的选择 刚才说了台积电 在台在台湾岛上面 从老板张仲谋的政治风向来说 他也是偏绿营的 这样的一个偏绿营的一个企业 在中美博弈的一个情况底下 他都会更加的 因为自身生存的考虑 然后的话更加的偏向于大陆 你就知道中美博弈 现在到底谁在趋势了 你就知道台湾这块岛 以后会奔向哪个方向了 大家看明白了吗 从最开始赶走台积电 它背后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国内的舆论圈其实挺复杂的 赶走台积电 这种声音能够出来 它背后也是有原因的 大家也好好想想 这个原因在哪 现在赶走台积电没有成功 结果美国人说了 我不允许你去南京扩产 我不允许你去南京 扩产你的28纳米的生产线 背后又是什么呢 谁跟谁是一头的 美国人急眼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台湾 台湾人 你们自己要好好想想 想要发展 想要生存 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 然后的话 想要去送死 你就往哪个方向去倒 从台积电中能看得出来 好吧 今天这一期我就不多说了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